好 下面我们来看Audit Committee 我们一直在讲公司治理当中 它的执行人是BOD BOD说我好忙 于是就划分了四个机构 有的人说涨工资的事情 我们就提名给Remuneration Committee 他来负责处理 那么要不要升职的事情 我们就可以看看Nomination Committee 他的决定 以及公司的战略风险 可以看Risk Committee 当然和我们这门课关系 最密切的就是Audit Committee 那么有关审计委员会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呢 首先我们他讲是一个 Septimate and Debate LD 因此我们也知道 外审师是最看重BOD当中的 这个角色了 换句话说 当我们有的时候讲 外审师你要跟治理层沟通 其实往往就是指 跟BOD当中的Audit Committee 进行沟通 我们来借助教材 看一下Audit Committee 它有什么样的作用 或者说它有什么样的责任 To monitor the integrity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 of the company 其实这句话就能够概括出来 我们前面一直在讲 Audit Committee当中 要有几个人呢 三个 这三个人还有什么 一个背景上的要求呢 说有一个人 至少呢 这样一个人是有 financial experience 财务背景 这是因为它的主打的责任 就是要保财报的integrity 当然我们清楚 通过学习审计 任何时候您说 我要保证什么 其实都有一个隐含的词 叫raisonable assurance OK 那么AC Audit Committee 它对财报是有这样的责任的 在此基础之上 你还可以讲 Any formal announcements Relating to the company's financial performance 等等这些和财务相关的事项 那我们也知道 Audit Committee 审计委员会 其实它人少 力量又没有那么大 它真正呢 是靠IA 内部审计师 来去承担这样的工作 所以那您现在也清楚 如果问你IA Internal Audit 它有什么样的assignments 其中呢 也就包括了financial statements 那这样讲呢 实际上是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 通过学习一个知识点 你会知道 好多个不同问题的类似答案 好 那么这一点就告诉我们 不管是AC Audit Committee 或IA Internal Audit 他们都会在financial statements 上面有贡献 to review the companies internal financial controls 当我们看到这样的表达时 你千万不要想 老师我不知道什么叫 内部财务控制 算了吧 你肯定知道 这个词盖上 你就知道了 对吗 内控 那说到这里呢 又再一次回应了 我们前面讲的 公司治理的概念 说公司治理哦 它需要一个好的内控 为什么 那么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 你的公司治理 希望长治久安 希望risk management 靠谁呢 比如跟财务最相关的 就是靠AC AC说我人少靠谁呢 靠IA IA说我也人少靠什么工具呢 Internal Control 所以这里就再一次明确了 AC 有这样一个工作 叫做review the company's internal control 好了 这个问题呢 不光是对AC的一个回答 同时也是对IA 内部审计师 因此您看到这一点 又知道了 同一个答案 两个问题 那就是 不管AC还是IA 都还有什么样的责任 就是monitor internal control 好了 我们再往下看 to monitor and review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mpany's internal audit function 我们前面呢 一直在讲说 AC是指使着IA 来做这个和那个的 现在直白地告诉你 那我就是要monitor 你的function 好 那么这一页呢 其实都告诉了我们 有一些是AC和IA 共同的职责 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 就在于 一个好的公司治理下 审计委员会 是只管IA的 也就是IA 要向AC来进行汇报 才是独立 有一些考题当中 就会问您说 IA隶属于CFO好吗 答案当然是不好 因为那样的独立性会很差 所以IA最好应该是隶属于 AC udit committee to make recommendations to make recommendations to the board 那我们清楚呢 AC 它的角色 是基于财务 又能够对公司的内省 跟内控 进行monitoring 所以说它是完全可以提出一些改进的措施 或者提出一些任免的建议 不过我们清楚 AC就算是它 recommend 建议 或者说propose 提议 但是呢 它都不是去vote 做决策的 因为我们知道 所有真正的决策 都是在annual general mating 好 请同学们再次要搞清楚一个点 vote 就只在 AGM 就在general meeting上 做投票 才能够做得定 当然谁去提名呢 可以是AC 去提名什么呢 比如说 外审师 那我们清楚 外审师可能原来并不是你的外审师 你说我看好你哦 到我这来审计 或者呢 我们的外审师和我们的客户 在审计过程当中 相处不愉快 觉得八字不合 那么有可能在中间 我们就分手了 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 这个分分合合 都是要在annual general meeting上 把话讲清楚 所以在这里面会有很多次vote 投票的情况 那么另外呢 就算您选了这样的外审师 还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那就是您跟外审师 有怎么样的 这个费用上面的约定 remuneration 这些呢 都是说我们有 AC来去deal with 处理 之后呢 在AGM上 投票决定 to review and monitor external auditors' independence and objectivity 我们跟大家讲过啊 在我们这个圈里 要谈德才兼备的 这个德 最首选的词 是independence 当然你说再搭一个词 才能显得我们这句话 写得好长 考官看上去舒服 那么再搭一个词 就是objectivity 尤其当你谈到 内神失职独立性时 objectivity 也是优选 好了 这两个词 都用来形容 一个人的德 那么这句话是讲 作为外审师 我选了你 那么我们最后 投票定了你 不过我作为 AC audit committee 我还要去monitor monitor你的德 跟财的什么方面呢 首先如果 在审的过程中 我发现 你道德有缺失 比如审的审者 我们的审计师 就和CFO谈上恋爱 这种情况 一旦我治理层中的AC知道 对不起 那我可能就判断 你缺德 怎么办呢 不要你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审着审着 我也会发现 你审计师 似乎对我公司的业务 真的没有深入了解 或者你的专长 不足以支撑这个审计 那么我们作为这个治理层 可能就会提出一个挑战 所以在这里 你会发现 在公司 谁真正关心 我们审计师的质量 关心我们审计师的得跟财 这个人 就是我们所说的 audit committee 所以我们在审计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 后面相关问题的答案就是 遇到困难 外审师 找谁呢 当然找治理层 具体来说就是AC 我们说怀疑自己不够独立 找谁呢 还是找治理层 也就是AC 所以这句话 其实就暗含着 审之前 我作为治理层 我作为AC 我很care 你作为审计师的得跟财 包括审中间有问题 也都会去找审计委员会 audit committee 这一句话呢 再一次表明 我们外审师和audit committee 之间呢 真的是关系密切 是有一些悬而未决 比如说很暧昧的 职业道德上的判断 都要由我们的智力层来去定 这到底属不属于影响职业道德的情况 好 to develop and implement 会不会对职业道德产生影响呢 审计师说 这个问题有点暧昧 我不确定这个答案 对于被审计单位内部 可以沟通的这个人 就是AC 那么比较标准的回答呢 就是我们对于这样种 暧昧的情况 要去跟 those charged with governance 进行沟通 for example audit committee 这就是我们在考题答案当中 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表述 所以通过这几点来讲 你就会发现 其实智力层 它就是外审师 在审计过程当中的知心大姐 担心自己的道德 去找我们的AC 担心自己是不是能够继续遵守职业 其他方面的准则 你也会去问这个AC 好 好 我们再来看 to report to the board on how it has discharged its responsibilities 那么我们作为这个audit committee 他毕竟呢 还是BOD当中的一个成员 那他也需要向报德来澄清 你看这个财报好好的吧 那我的责任就OK了 你看这个IA好的吧 那我的责任也OK了 你看我选的外审师 那么我跟他的沟通 我对他道德的评判 是不是还不错 OK 那么也去承担了他的责任 所以AC 毕竟还是BOD的人 好 下面呢我们就通过一道问题的答案 来进一步看一下 考官希望我们在这个问题上 掌握的精度 Advantages of Audit Committee 请注意在我们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并没有跟大家讲说 我建立还是不建立一个audit committee 有什么好可坏 这是因为呢 对于Listed Entity 上市公司 AC是标配 是必须的 所以我们就不再谈 要还是不要去建立一个audit committee 那我们直接来看他的好与坏 Benefits Appointing an audit committee will benefit 那建立一个AC它的好处有如下 我们先看第一个 要想背下来这一条的答案 一定要回想AC当中的人员构成 还记得吗 我们讲的两个数字 一个是三 一个是一 先来看 说这三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叫做independent non-executive directors 所以他们呢 不光是非执行 而且是独立 也就是我们讲的读懂 那独立有什么好处呢 看一下 因为他们独立 Hence once appointed they will bring considerable external experience to the board as well as challenging the decision 因为他们是外部人嘛 所以他们跟公司内部的人员 没有那么多的纠葛嘛 当他们看到问题 你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讲 你这里做的不对 这样的决策风险太高 所以他们就可以challenging 挑战公司那些不大合适的决策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independent 我们讲这个三个独立懂事 另外呢 你还记得我们讲 任何时候都要求德才兼备 那说到这里呢 所谓独立 其实是德的要求 而才 还记得我们说那三个词吗 对的 skill knowledge experience 尤其呢 在这里谈到experience的时候 还会提到 你这个experience 可能会有什么 例如呢 做这个ac的experience 甚至说了不了解 这个行业叫同行experience 像这样高大上的人物 他们的经验也是很丰富的 所以他们不光因为他们的德 independence 能够给你challenging 还因为他们的才 能够带来considerable external experience 你想想这个德跟财 对你公司都是有好处的 所以呢 我们这里就看到 第一点就是三个外部人士 三个独立的外部人士 他们对公司的好处 第二个呢 我们就来看看 一 也就是那个讲的 一个懂财务的人 the finance director will benefit in that he will be able to raise concerns and discuss accounting issues with the audit committee 我们说呢 这个人逢知己千悲少 CFO在公司里 作为财务方面的老大 其实呢 是高处不胜寒 想问吧 你说跟谁聊呢 你身边的都不如 你的财务的这个水准 你要是贸然去问 反而显得你自降身份 因此 我们知道AC当中 那一个懂财务背景的人 就恰恰可以成为公司 CFO在灵魂上的一个朋友 因为他们都是同样背景 所以 他的好处是 你再有这方面的问题 你终于可以有人交流了 实际上就说 你的朋友圈多了一个同好 好 那我们现在看到 因为他的财务背景 可以让我们的CFO有得了 那么反过来 也正因为他的财务背景 你想想公司那财报 是谁做的呢 其中一个成员 就是Finance Director 那我们的AC 尤其是AC当中 懂财务的那个人 一方面 他是Finance Director的朋友 能够跟他聊一下 专业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人又能够去 Review 看一下CFO下面 编制的这个财报 所以说他能够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Financial Reporting 您看到 这是一笔一有 我既可以帮你 我同时也可以Review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 当我去懂财报的 那个AC的人 去Review财报的时候 就直接的结果 是提高了财报的质量 所以这一页两个答案 您就记住一点 就是一懂财务的那个人 一有下面是一笔 我们知道呢 在内部控制当中呢 会有五个要素 这五个要素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叫 控制环境 Control Environment 那其实控制环境 就是讲 你这个公司 组织结构里有啥 如果在公司 组织结构当中 已经能看到了 说有 Easy 审计委员会 那么就意味着 一系列的工作 例如 审计委员会 它去指使 谁干事呢 IA IA会干什么事呢 IA会借助内控 来完成 比如说经营的 来完成财报的 来完成合规的 所以呢 因为有了 AC 所以有人去指使 IA 去干什么 有关内控方面的 工作 因此 Internal Control 就受到了 极大的关注 那我们说 有AC 从组织结构的 角度讲 会有人去 Care Internal Control 因此 你的这个环境 就会好 接下来 我们刚刚 一直在提到 说AC和IA 是那么亲密的 关系 所以有了 AC之后 IA终于找到 组织了 说我再也不用 听命于CEO CFO CXO 这些高管层了 因为我在治理层 里有人了 对吗 所以说 我们在这里讲 因为呢 它是来自于 治理层中的 一个Subcommittee 所以由它来去 这个领导 IA IA独立性裁强 IA独立性裁强 它才能够 很好的去 Monitor Internal Control 所以这就是 讲了三个人的关系 AC IA 还有Internal Control 好 我们再往下看 The Audit Committee can also provide advice on Risk Management to the Executives 那我们知道呢 有了AC 它负责什么 负责IA IA又靠什么 Internal Control 实际上通过这一条线 就把公司 财报 经营 还有合规方面的事情 应该说是 料如指掌 那你想 它一定会发现 公司在这里 或者那里 有bug 然后告诉你 这样的bug 会有什么后果 当然最重要的是 Recommendation 给你一条建议 那我们就清楚 有AC的存在 这个公司 就会变得 井然有序 也就是前面 讲的那个 Climate 也就是前面 讲的Environment 就是控制环境好 所以呢 不光是控制环境好 那么它影响的 氛围也好 这是讲内部 那如果是 公司之外的人呢 被审计单位 以外的人是 当读到公司的 这个组织架构 或是发现 哇你有AC呀 当然上市公司 这是必须的 你的AC 就让公众看到说 你这公司 一定是AC下面 管的IAA 下面去用着内控 哇你的公司 一定在财务 在经营 在合卫方面 都很好 所以外人看上去呢 就是有了confidence 并且你也知道 从公司内部看 Fraud也很难发生 因为内控 得到更多的关注 Fraud就有可能 会更少 所以这一条呢 其实跟前面讲的 那个 Controlled Environment 是异曲同工哈 当然它更多的是强调 对外给了信心 对内灭了Fraud 那我们通过前面的讲解 你知道 它叫什么名字 Added Committed 干的都是什么事儿 一定是跟审计有关的事儿 当去联络外审师的时候 我们说啊 它的这个appointing 其实呢 不是真的appointing 而是它去提名 因为您知道 真的appointing 是要投票的 另外呢 它会有关联呢 我们说过 外审师将AC 视为自己 在被审计单位的 知心大姐 所以呢 这里就有了 appointing laising的关系 那尤其适合 在什么情况下 处理呢 我作为外审师 我不大确定 和被审计单位之间的独立性 是否受到影响 这样 我请AC 帮我拿个主题 确定一下 这就是为什么 既可以对它的独立性 进行一个监督 同时呢 也可以对它 遇到的困难 给你解答 好 那我们刚才讲的就是 AC有什么好 注意 上市公司 AC是标配 它的好呢 就基本上是从 它的三和一出发的 那么同时 由于它的架构上的出现 就会让控制环境好呀 让公司的climate好呀 它作用的激励是 有了这个AC 就会IA 有了一个非常坚强的领导 它的报告路线 是直通我们的治理层 那么同时 对于外审 它也提供帮助 并且确定外审的 independency 是否存在问题 那接下来 反过来讲 它的坏处 Jobbex 对Executive Directors 这里讲的呢 ED呢 就是执行董事 是指我们公司啊 VOD里有两类人 一类是NED 一类是ED 那些ED看呢 哇 公司有一个部门 叫做Audit Committee 有这样一个委员会 那它的存在 是不是就是为了 monitor我呢 它是不是来跟我分权呢 总而言之 觉得不爽 那么这就是AC 它天然对其他部门的 一个影响 接下来我们知道 AC里面要三个人 而且还要得财兼备 还要至少有一个 是懂财务的 您知道这个人才啊 是最期缺的 您要这样的有 skill knowledge experience independence 这么高的要求 人上哪儿去找呢 所以找到这样的人 确实是蛮难的 所以呢 这是一个找人当中的困难 再往下看 The establishment of such a formalized reporting procedure may diswade the auditors from raising matters of judgment and limit them to reporting only on matters of fact 其实这一个呢 往往反映的是 审计当中一个微妙的现实 如果说没有这样一个 正八经的 audit committee 我们会说 要外审师 那你跟被审计单位 这里头 咋聊呢 你说没得聊 不知道找谁 好了 现在告诉你 你知道找谁了 可是你忽然发现 audit committee 人家位置好高呀 那你随随便便 不确定的事情 你就不好再聊了 你往往是等事情 变成了 matters of fact 才说 嗯 我这个时候找AC 那么双方的这个聊天 才是一个比较基础的 这样一个 基于事实的一个communication 因此 那些你的怀疑 那些你的判断 就不大容易在 是与否的 还不确定的时候 来展开 因此 过于正式的报告路线 反而限制了 审计师的沟通 cost may be increased 这是我们在讲 任何一个部门的增设 都会带来的问题 那就是相应的人员成本 因为你知道 你请来的那些三个 又一个懂财务的NEB 那都是人才呀 像这种人才 你付费也一定付费 好 那么我们通过刚才呢 就讲了说 Audit Committee 它的好 而且呢 它还有哪些job bags 但是我们总体来讲 既然是上市公司的标配 一定它的benefits 是非常重要 所以各位同学 在记忆这道题的时候 一定要基于它的基本常识 那就是三个什么样的人 和一个什么样的背景 下面我们再来看 Auditor's Communication The days charged with governance 与治理层的沟通 这个问题一定要特别提醒大家 因为呢 随着准则的更新 这个部分题还是那道题 我们依然是我们 可是答案却不再是答案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相对比较新的 这道题里面的答案 跟过去表达的方式啊 或者内容啊 还是稍有差异 所以呢 我们一起来看这道题 通过这道题的答案 我们要回答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个 Why it is important for auditors to communicate through algae audit 为什么审计的过程当中 我们审计师要和治理层沟通 或者是沟通的重要性 第二个 Identify two examples 你要举两个例子 说沟通的什么内容 可能看到这儿 您觉得好欢喜 因为说老师 我就背两个就行了 非也 有的时候 这种题 直接变成选择题 四个选项 您看不看得出 哪一个是您曾经背过的呢 所以我们真的是 要把所有的事项 来进行梳理 我们先看 为什么重要 按照准则说 您是要沟通的 我们来看沟通它的好处 It assists the auditor and those charged with governance The understanding matters related to the audit 那么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 对于双方都有一些事情 需要理解跟明确 那么这个沟通 就能够达到一个最基础的目标 就是understanding 在理解的基础上 双方充分地交换了意见 才知道接下来的工作 是如何展开 a constructive working relationship 那么当双方能够达成共识 知道接下来如何一起工作 与此同时 我们外审师最关心的事情 就是independent and objectivity 独立性和客观性 就得以保持 所以您看到这一篇呢 前两句话基本上讲的 都是一个道理 叫做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怎么好呢 说双方有了理解 双方建立了很好的工作关系 而这种关系 在这个关系的噪音下呢 我们外审师所最期待的事情 independent and objectivity 才能够达成 那其实除了说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之外呢 我们看对于个体 又有什么好处 It helps the auditor in a battalion from those charged with governance information relevant to the audit 其实作为外审师 在审计过程当中 你打交道的两方 一个是management 一个是those charged with governance 日常的信息 你了解的都是从管理层 实在是管理层不乖的时候 你才会去说 我去找治理层 所以治理层呢 由于它决策的特殊 它还真的会给你一些 从管理层那里搞不到的信息 所以啊我们说 information relevant to the audit 真的是我们重要的信息来源 For example those charged with governance may assist the audit in understanding the entity and its environment 那么这句话呢 我们会未来非常地高频地出现 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 那其实它讲的叫风险屏幕 我们现在是risk-oriented 风险导向 所以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 能够帮助您评估得更准 而当您的RMM 重大错报风险 评估得越准 您就晓得了 您接下来的那个detection risk 检查风险 才能够降到可接受的低水平 您才更有把握 所以说呢 风险评估需要的信息 可以来自于智力层 因此我们就清楚 智力层对我们审计师来说很重要 It helps those charged with governance in fulfilling their responsibility to oversee the financial reporting process 那读到这句话呢 Oversee the financial reporting process 其实大家要记住的 因为它讲的是智力层 对于财报的责任 就一个词 Oversee 那我这责任是怎么完成的呢 其实通过与审计师的沟通 那其我就基本上可以完成了 因为审计师要遇到财报有问题的时候 会讲 哦 我要给你出一个非无保留 比如保留啊 比如否定啊 比如无法表示 那这么大的事 我是会告诉你智力层的 那你智力层就会知道 哎呦 财报有问题了 所以这Oversee 能够办得到了 It promotes a factor to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auditor and their charge with governance 最后这句话呢 相对来讲 它的这个分量 基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那就是双方只有更好的沟通 我们跟审计才能做得顺畅 就像第一个讲的就是 我们在沟通的时候 能有understanding 我们有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审计师的independence objective 可以得到保持 那么也就是强调 双向沟通是有秘密的 除此之外呢 您再说这个事 对审计师怎么好 对智力层怎么好 那我们这个答案 基本就完整了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 比较复杂的内容 就是要聊些什么事 沟通的内容过去 它会给你放话出 很多的section 就这一区我会讲什么 现在呢 我们最新的答案 是把这些内容去掉了 我们直接来看 这些事都有什么 The auditor's responsibilities with regards to providing and appining o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我们清楚呢 在审计师提交的 审计报告当中 会再一次声明 我的责任 所以这一段话的内容啊 其实在审计报告里 就有说 您说这段话这么重要 那么我们在这个 业务约定书里 也会说 好了 您看这事重要吧 重要我们都说了两遍啊 重要的事 其实要说三遍 那么现在第三遍就是 跟智力层沟通的时候 我们再说一遍 说我的责任是什么 所以您怎么去记忆啊 您就想 哎呦 审计中有什么大事吗 大事要说的 最大的事 就是您的责任 以及呢 您说 我接下来都做什么活 我做活的时候 是按照什么要求做的 说白了 这第一条 是在所有重大场合 审计师都要说的 那么一定也会沟通的说 这一条我们就不讲了 叫做您的责任啊 以及呢 您是怎么做您这工作 按照什么准则 接下来 auditor should exploit the planned approach to the audit as well as the audit time travel 哇 您一想 这是什么呀 这不是审计计划吗 哦 您突然想到 我们今后啊 会选择审计计划 计划中 都会设计哪些内容呢 您别小瞧这问题 这也是一道常见的选择题 甚至呢 有的时候把它拎出来 作为简单 那您计划里说点什么 同样的道理 你看您这沟通的 不就是计划当中的 一部分内容吗 您也将用什么样的方式 您呢 有什么样的时间安排 哦 这讲的是计划 那么它也是大事 再往下说 您做完计划了 哎呦 那您就执行吧 可是呢 我们讲 就算在您计划的过程中啊 您也会发现一些事 什么事 所以这两条都是讲计划中的 本身啊 计划本身叫 以及计划过程中 您发现的风险 您想 审计都没开始 您就看到那么大风险 那您肯定会想 这审计还能进行吗 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这话什么时候说 如果说您在计划阶段 发现这公司不能再审 那么我们说您这个就是 回头试案 如果您审到最后 都已经审完了 要出一个保留 否定 甚至无法表示意见的时候 您那时候回头试案 就是为时已晚 因此我们讲 计划 以及计划中的大事 就是 都是沟通的内容 那这都讲到计划了 您知道 下一篇肯定讲 随着审计的进行 在审计过程中 发现的叫 你审计过程中 怎么还遇到难事呢 您猜都能猜到 在审计中 唯一一个能给您 使办的设限点的人 就是那 比如您说 我要存货间盘 他告诉您 不好意思 库管生病了 那您说还有别人呢 说不行 说库管把钥匙带着 那您说 我去探家拿钥匙行 我说不好意思 库管带着钥匙去治病了 总而言之呢 一定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 dificities 所以您跟谁 哭诉呢 我们讲跟 治理层 但是事一定到什么程度 才到治理层那去聊天呢 叫significant 请再次注意 我们一般讲说重大错报 叫material mistake 因此您看到 但凡跟治理层聊天 那个事都一定是比material 还material 所以您考试 遇到这样的问题 您把这significant 这词一写 这就亮瞎了marker的眼 marker 哎呦你懂 因为程度在这放着呢 一定是significant 这方面叫遇到困难 下面叫遇到事 also significant matters 重大的事 那这就没有 细说是什么事了 举了个例子 比如说重大的会计调整 anyway就是觉得 我外审师认为你要调 可是管理层说 哎我就是不调 最后没办法 外审师说 那我给你告治理层 您就想到小学的时候 您跟同桌打架 不都是说 我给你告老师吗 哎在这里呢 我们说 我让你调哈 你不调是吧 哎我给你告谁 治理层 这种事叫 significant matter 您看上面 叫特大困难 就叫特大事项 During the audit any significant deficiencies in the internal control 您看到 第一个significant 第二个significant 第三个还是significant 它就再一次提醒你 重要的事 说三件 真的都是好重要的 三件事 deficiency 我们是这么看 内控 平时谁负责呀 manage 您要发现 内控的deficiency 您告诉谁呀 当然是当事人management 但是如果这种 deficiency 已经升级到了significant 不好意思 我又给你告老师 对吗 就告这个治理层 因此您就记住 这三个significant 保证呢 我们这个叛见人 就觉得您特别懂 好了 这说完了 叫做您发现的 内控之重大局限 好 我们再往下看 为什么这话 也要在这再说一遍呢 是因为呀 我们在审计过程当中 您呢 收了被审计单位的 audit fees 您说承诺 是要给一份 audit report 审计报告 可是作为审计师的您 您呢 是特别善意的 您说 我审计过程当中 我不也顺便看到 你内控了吗 那最后呢 我给完您审计报告 我再顺便给您 一个免费的 针对我看到的 那些内控 给您一个 report to management 叫管理建议书 report to management 讲的就是 哎呦 我发现了什么样的 内控缺陷 这缺陷会有 什么样的后果 针对这样的情况 你给您点什么样的 recommendation 建议啊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儿说 should be communicated in writing awarely 意思就是假 我发现这样 种大缺陷 我不光是说 平时告诉你 我最后还会给 一个正发警 叫report to management 管理建议书 而您在管理建议书上 所说的内容 就是我们后面 在各大cycle 要处理的一道 案例分析题 就是这里面的内控 有没有deficiency 有什么影响 该怎么办啊 所以其实有一个文书 就讲的同样的事情 how the external auditor and the internal auditor may work together 这话讲的什么意思呢 说我们现在啊 审计发展到这一步了 我们特别需要呢 外力的支持 作为外审师 您突然想到了 在被审计单位 有一个您的安装啊 当然这人不能完全听您 他是谁呢 他是内审师 他和您呢 是同行 甚至同一个师门下来的 但不同的是 他是被审计单位的人 但是如果他的工作 特别的好 这单位呢 他在内审方面呢 又投入了非常大的 这个精力 哎这内审 相对这个部门 是独立的 您说我能不能用 内审师的工作了 或者更有甚者 内审师 我看好你哦 你在我外审师工作的期间 能不能过来 直接帮我 哎我们这两种 一个是use the work 利用了他们的工作 另外一种呢 是利用这个内审师 provide direct assistance 他们提供直接帮助 这两种情况 您要想用 对不起 您得先跟治理草 说好了 说我能用吗 是吧 您看行不行 所以这种 既是planning当中 要考虑的问题 因为要用人家的人嘛 又是呢 在执行审计过程当中 您会随时随地发现 哎这内审师不行 不能再线了 哎咱别用 这都是说 利用内审的一个情况 也是需要沟通 那么之前我们说 哎外审师 您在审的过程中 您发现了 significant deficiency of internal control 您会最后免费 给一份 reporting management 但是现在讲的是 作为外审师的您 您可能会要求 被审计单位的治理层 给您一份声明书 说什么呢 说外审师啊 我在审计过程当中 我发现了很多的 material misstatement 正大错报 我跟管理层说 哎你调吧 管理层说 哎我就不调 那么审计师说 哎我给你告治理层 结果治理层是什么呢 是苏大强势的人物 说我管不了啊 最后没办法 这重大错报 他就留在了财报之中 那你说这事 到底谁该担责呢 我们说外审师 肯定不能背这个锅吧 那不是锅吧啊 背这个锅 哎那怎么办呢 我外审师 哎治理层 你不说你就不改吗 你不管吗 好你给我写个文书 说你觉得你不改 是对的 那么有了这么一个 written representation之后 那我们审计师的责任 就已经撇得很轻了 不是我不想让你改 是你自己不改呀 所以这就是来自于治理层 给审计师的叫书面声明啊 跟刚才那个reporting management 正好相反 其实呢 您跟治理层要的这个written representation 它不一定就跟治理层要 也可以和管理层要 但anyway 它就是我们审计师 从客户呢 要到的written representation 就以它的方向 这句话是在讲啊 治理层 你不标榜自己的责任 是overseed financial reporting process吗 好了 现在我在审计过程当中 遇到一些事 这事啊 跟你这个oversight overseeing有关 那我得跟你聊一聊 但凡是这种叫other matter 或者other procedure 或者other什么的 就叫做狗尾蓄雕式的答案 这种答案呢 各位感觉 您千万别把它写在第一条 这种就适合你百无聊 来在考场上 实在什么答案都想不起来 最后你说我补一个其他 这一条能不写就不写 为什么呢 写了之后让考官看到 其实你在示弱 你说我不会了 是吧 所以这一条就是后辈的 就还有没有其他跟你 这个治理层相关的事 我得跟你说 那还有什么有用的大事吗 我们再来看 前面我们讲了三个significant 说重要的事说了三件 这个其实也等同于什么呢 我们讲的那个 significant deficiencies of internal control 你想啊 fraud它不是一个人的战斗 对吗 因为但凡有一个fraud 往往背后呈现出来的是 内控之重大缺陷 所以我们经常有一个 小的问题 就是什么情况下 你说这内控 它有significant deficiencies 我们说有fraud就是有 那反而呢 我们现在说 当你看到fraud 其实也就相当于 内控有重大缺陷 所以这条答案 其实就是前面 那条答案的举例啊 fraud你要说 内控之重大缺陷 你也要说 你看您就记住这个 实际上呢 是一个事啊 两个点 实际上是两分啊 这个是我们讲 内控重大缺陷的 一个具体指征 或者表现 if the auditors are intending to make any modifications to the auditors 这就是讲起了 审判到最后 实在您这错报太多了 那么到终结阶段 我要给您什么样的意见呢 叫modification 换句话说 您这财报肯定不是 不保留意见了 您说管理层调吧 管理层说我就不调 那我们没办法 人机师跟治理层说啊 您这管理层再不调 我们就得给个保留了 否定了 或者无法表示的意见了 这个时候治理层 往往说别别别 咱坐下来再聊聊 所以像这种 到了意见都modified的 情况下 是一定要跟治理层讲的 换句话说 这是审计当中 不言而喻的一件 超级大的事 这里面虽然你看不到 significant 其实已经把意见modified 就是最大的significant 好了 这是fraught significant 这是意见要变化 significant 现在给您总结出了 55条significant 因此您的答案应该足够写了 最后一个 folicited entities a confirmation that the entities have complied with ethical standards and the property signified gods have been put in place for any ethical threats identified 这里面再一次强调了一下 审计师啊 但凡您怀疑自己的independence 您就去找谁聊呢 找治理层 为什么呢 治理层来判断一下 您现在独立性 人家能不能忍 对吧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特意强调的是 它主要适合于上市公司 那这样的一个confirmation 一方面您可能 这个小组的成员呢 或者业务本身呢 不是完美无暇 不是一点这个threat都没有 不怕 您不怕有threat 您就怕没有什么呢 significant 所以我们在这里往往说呀 别说太满 别说您threat一个没有 您就说呀 您的遵守 以及您的相应的signified 这个也是表白 这个独立性的问题 好 那现在我们总结一下 您会发现一个问题啊 说这答案啊 就是考官给 考官给这答案的时候 是按照他的思路的 他可能跳跃了 是吧 他可能开心了 但是您怎么背这个答案呢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您就会发现了 被题当中呢 一个最重要的点 就是一定是重新梳理 各条答案的顺序 按照您最能接受的 能记下来的顺序 我们去穿个项 还是这道问题 因为它太重要了哈 我们来说一下 您在审计过程当中 跟治理层沟通的事 一定是先说我自己 说我自己的什么 哎 我有什么样的责任 我们来看 在前面这先说 我有什么的责 这个责任往往是指 我的职业的能力方面的事 我要按照什么准则去做 您还看到刚才还有一条 说我的财 independence 就最后一条 那您在背的时候 您先背这条 接着您就背 说对于上市公司 我的independence 也是要聊的 好了 这是一个讲财 一个讲德 那么再接下来呢 我们还可以按照 叫时间顺序 您刚开始是做计划 对吗 做计划的这个情况 以及计划当中发现的风险 这个是讲planning 接着说坐着坐着 您就发现 呦出大事了 我们讲一个五样大事 significant difficulties 遇到困难了 significant matters 比如要调账人不调了 significant deficiencies 那么它的一个具体表现 就是我们在后面说 有frog 这就是第四点 以及说最后你意见都变了 significant modification 这也是一条 好 那么这里面就是讲的 五个significant 好 我们再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还有一个像这个 内审师和外审师 利用的情况 其实这一条 您就可以把它记成什么呢 说plan的事 您就在这说 我在plan的时候 我用什么样的 timetable approach 我在plan的时候 发现了什么 我在plan的时候 我还说一下 用不用内审师的事 所以这plan 你也可以说成是三条 好了 我们现在刚才说了什么呢 您的责任 得跟财 responsibility independency 我们说呢 还有按照时间的顺序 假设您说到计划阶段 用了什么样的approach 人家计划的时候 发现什么问题 以及计划的时候 就要考虑外审师和内审师 接下来您审着审着 就会遇到五大事项 五个significant 这篇有仨 这篇一个是fraud 您就当它significant 一个是意见 要modified 这又是一个significant 那接下来呢 还有就是 我们要从 被审计单位的 治理层面 要什么 要一个written representation 你想这都多少条 对吗 最后您再稿尾 虚雕一下 说一个 还有其他事 所以这道问题呢 我们就给大家 重新梳理了一下 它的方式就是 首先叫得财 responsibility independent 接着呢 按照时间顺序 您做planning 有这个planning本身 planning的事 还有其中一件事 就是用内审师 接下来就是五大事项 五个significant 最后您说 我要从治理层面 要什么 written representation 都说完了 还嫌不够 再加一个 ad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课呢 就基本上完了 所以您会发现 copery governance 别看它包楼外相 其实它就关心一个点 叫做long-term success 但凡您现在的 所作所为啊 影响它的long-term success 那我们都认为 这就是一个deficiency 那您就得改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会提到一个 超重要的人 叫agetic committee 针对这个点呢 我们要注意的是 它的人员构成 当然还有它和IA 内审的关系 它和IC内控的关系 那么最后呢 我们就讲到了 沟通的事项 这事项您真的得记下来 通过刚才的穿件 您发现so easy 对吧 就记这些方面就行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 公司治理就说完了 所以看完公司 您这时候再去看外审师 有很多事 我们都比较清楚了 因为外审师 要沟通的时候 真的就是和 我们刚才讲 公司治理当中的AC 以及呢 我们日常打交道的管理层 那么以及最后呢 我们遇到了各种困难 应该如何处理 相关的问题呢 我们接下来章节就会给大家说 今天就讲到这 谢谢 再见